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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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他餐馆一样,服务员都会给龙虾看过才去煮的 第一味上桌的就是星芝华养生汤 今晚的炖汤是冬瓜炖 鸡脚、冬菇、瘦肉和香螺 他都用很多材料去煮的 大热天时喝这些汤非常滋润 加上它的很清甜 第二味上桌的就是 XO醬爆大纸虾球 大纸非常大粒 加上虾又很弹牙 其他的配菜 颜色很漂亮 加上很新鲜 炒得来又不会太软 都挺爽口 因为它是用XO醬去炒的 只是有少少辣 但非常野味 温馨提示 餐馆是要求你预订这个五味鸭的 这里的五味鸭 味道很浓郁、很野味 加上它的味道很有层次 它的鸭不会炆得太软 刚刚好 加上它有鸭的肉香味 鸭皮下面有一层很薄的脂肪 咬下去非常之甘香 在鸭皮的部分一点都不干 咬下去还有肉汁 这是白人套餐 这一碟是有16粒的龙虾肉球 即是说每人可以分到两粒 它的龙虾肉球也很大粒 它的龍蝦很新鮮,加上炒得很香,很野味 它的口感非常大牙 我很喜歡這些炸銀魚,非常脆和香 我個人很喜歡這個鹽焗手絲雞 它的味道不會太鹹,味道適中,加上它沒有一層雞的怪味 它的雞肉保持到有質感和很有雞味 這個金蒜粉絲蒸龍蝦頭和爪,埋上都很漂亮 炒過的蒜頭是很香的 粉絲吸收了所有龍蝦的鮮味和金蒜炒香的味道,非常好吃 粉絲軟硬程度控制得很好,不會太軟又不會漲大 加上還有一點點咬口 這個菠蘿咕嚕肉放上桌子的時候 咕嚕肉還有一點點脆 另外它的甜酸度控制得很好 所以很快整碟就清掉了 這個鮮菌爬白菜苗 它是用三種菇類去炒這個白菜苗的 味道適中,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芡汁太結了 這個腐蘿炒飯炒得非常之好 它的飯很乾身,粒粒分明 加上它煙煙韌韌的口感 它的帶子的肉質都挺好的 它的蝦也很彈牙 以往的炒飯通常都吃不完要帶走的 今次的炒飯我們全部人都吃完 這裡的甜點都挺好的 它不是太甜 加上它的蛋糕很鬆軟 另外它的紅豆沙的甜度適中 它的紅豆是煲得起沙的 今晚我們的家人 每個人都吃得很開心 都很滿意今晚的晚餐 在這裡再次多謝大家的支持和收看 如果你還未曾訂閱的話 歡迎你訂閱 溫馨提示 建議大家去餐館之前 記得打電話去訂位先 我們下廣了 我們下廣歷 開始 再回答 我們下廣歷 我們下廣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